猜猜这次又带大家去哪? 就是位于淡仔的摩帕斯酒店 不是去吃东西 不是去住 有什么值得去看? 跟着我车里Sanny 马上告诉你 如果想跟着我车里到处吃到处玩 记得订阅我youtube channel 这间属于新豪旗下的摩帕斯酒店 他们是以奢华的主题来做主打 180多间套房的傢俬 都是由世界顶级设计师设计 一进到酒店大堂 你就会看到展览摆住那几只米旗了 之前已经剪过一次了 这次已是第二次剪 到2月27日 期间就会剪出5件1.2米高的米旗 全部都不同主题 官方声称 全部剪品都会在新豪天地的摩帕斯展出 你都真的要抱着他拍张照 这是兄弟艺术家 他们家 他们喜欢创作 就是将很多不同的垃圾 或者玩偶全部给堆成这种艺术做法 这是他的特色 而在他的精品囊里面 还有很多艺术版的米旗精品 并不是一般在迪士尼看到 真是大开眼界 价钱都不菲 走过一点就到第二个打卡位 他这里用天然水晶芽庙 绘画鳥仔花和蝴蝶 他还用镜无限伸延 这么有艺术的东西都不适合我 走过一点就是新豪天地的水墓间 不过据称他现在在构思一些新招 所以暂停开放 第三个打卡位 肥仔保时致 帮他来个滑溪的大便身 都是无奇不有 一路向前走 居然让我们撞见 财神派利是 有利是斗 第四个打卡位 福古卡迪雷 第五个打卡位 罗浮咖啡和旁边两层高的滑梯 可惜两样都没开 第六个打卡位 仿船转木马 让你坐在这里拍个美照 快来到重头戏 第七个打卡位 车迷空间 看他的门口 我还以为自己去了爱马仕旗舰店 进去你会看到很多奇形怪状的 不知道车还是飞机 车迷空间 这次是第三次在澳门山豪天地摆展 被誉为全球最疯狂的玩具裤 超过20款新奇刺激的 超现实天马行空飞机车 这系列富豪玩具 设计灵感 据称是要征服海陆空 真是有钱人的玩具裤 还有个模拟赛车体验给大家露回两手 去完有钱人的世界 我们回到现实 去到第八个打卡位 穿上龙花花墙 整幅墙都引满花花 真的要拍照 想扮一下潮人 最后就来到 以全球九个特选地点的高清卫星图 创作的九阳 是用陶陶萧仔出来的 这里真的充满着艺术气息 很快就走一圈了 摩扑斯真是一个很有艺术的酒店 一家大小 放假没工作 不妨过来拍照打个卡 下次再和大家发掘 有什么好地方有什么好东西 下条片见 拜拜